小辣 你信不信 我不用脚就得轻松爬上树 不信 你要是能爬上去 母猪都会上树 这个是你说的 你看 我上来了 你快让母猪上树吧 辣条 你是怎么办的 这里是克隆生物生存 只要我们经败任何生物 就得获得他们的技能 我刚刚经败了猴子 所以我就获得了爬树的技能 你还是这样 小辣 你快让母猪上树啊 你等我一下 这不就上来了 你说的是母猪上树 又不是你 我就是猪啊 我员 这也行 既然接败生物 就能获得他们的技能 那我们去打败黑龙 岂不是能拥有他们的技能啊 按道理是这样的 哎 等什么 我们快去练习打黑龙 等拥有他的技能 我们不是天下无敌了吗 小辣 你这样刺手攻拳 怎么打了一黑龙啊 对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小辣 你是不是忘记了 这里是克隆生物生存 我们可以克隆怪物的技能去打黑龙啊 咳咳 其实我早就知道 我只是考考你而已 哎 小辣 你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子吧 为什么 因为是鸭子嘴硬 想要打败黑龙的话 肯定得拥有飞行技能 哪个怪物的技能能飞行呢 有了 小辣不是可以飞吗 试试看 老司机 使用角色狩猎 有百分之百的几率掉落 哪个三十秒还能采生小鸡蛋 诶 这也太鸡肋了 再来看看野人猎兽的 可以增加远程伤害 百分之五十 哇塞 有了这个技能 打黑龙不是轻轻松松 这里有个猪 它的技能不会是每天好吃懒猪吧 诶 幸运猪 使用角色的挖掘速度 提升百分之一千 哇塞 有了这个技能 那我不是用不了多久 就能走上人生巅峰了 看着野人猪一军早打到号桶 看着野人猪一军早打到天风 啊 怎么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飞行进呢 去看看大家找到什么技能 什么 说话题啊 我是金姑姑 在那里收集技能 你却在这里吹大叫 请你看我怎么教训你 嗯 八条风不见了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就不信 我打 嗯 怎么又唯一了 嘿嘿 小啦 打不到我了吧 臭小鸟 你怎么会唯一 因为我克龙了低线人的技能啊 他的技能就是顺移 原来是这样 可是没有飞行技能 我们根本打不过黑龙啊 谁说的 虽然黑龙飞飞 但是我们可以用远程攻击 加上野人猪一军的buff 这样我们不就可以不用飞 也能轻松打到黑龙吗 什么 臭小鸟 你怎么不早说 害得我白白浪费时间 去收集技能 收集更多的技能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我们还是赶紧去电影星打黑龙吧 好 等等那条 我们虽然到了练星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找黑龙啊 做小飞鼠滑行过去啊 我没有小飞鼠啊 不是吧小啦 你也太拉了吧 接下来小飞鼠都没有 就算没有小飞鼠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低线人的技能 一直位于过去 对啊 我来试试 哇塞 真的可以 就是有时候容易卡巴子 不过能过去就行 是谁 居然敢闯入我的领地 我们是鸳鸯双叉 没听过 鸳鸯锅倒是听过 气死我了 老虎不发威 你倒是冰猫啊 讨死你 哼 就凭这小小的弓箭 还想打败我 看我恶龙讨笑 瞬移 不是吧 你怎么会瞬移 我不仅会瞬移 我还会秒杀呢 给我狗带吧 不 这不可能 发起火来的女生 也太可怕了吧 小伙伴们 你们可千万不要去 那女生生计哦